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已經是2023年了 今天是元旦日 祝大家新一年 身體健康 平平安安 現在在中國 當然是十分難頂 因為到處都是羊 陽性之後 也未必會復原 因為 聽回來 很多人 陽性之後都是羊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保重身體 我們想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的中國 情況越來越像蘇聯倒台前 那些時光 我想舉幾個例子給大家 昨天 Johnny做了一支節目 就是講網易 評選這個 有些 會故意靈異意念 這條影片被中共禁止了 應該是網信版禁止了 我們稍後會把這條影片 放上去YouTube 讓大家可以看看這條影片 裡面 講述中國人的苦難 講述中國人的苦難 當然可以說 現在 不可以說 因為國家層面會封殺 越來越多人說中國的苦難 那些人就會明白 原來中國人真的那麼慘 打破這個國家的謊言 因為現在中共每天在說謊 告訴你 他們是人民之上 生命之上 他們始終都是 保護人民的 越是說這些話 人民越是生氣 好了 但是 蘇聯當時也是這樣 你看到了 我們大家也看到 當時的90年代 89年 90年 去到91年倒台之前 我們在電視機看到蘇聯的新聞 就是 排長爐 賣麵包 當時物資很缺乏 現在的中國 當然物資方面不會像蘇聯一樣 所以中國現在的情況 當然 經濟狀況當然不是跟蘇聯 我們是說民生 說那個 人民 對於這個政權 以往蘇聯 是建基於他的那種恐怖統治 個個都很害怕 個個都覺得這個 這個政權 是沒有裝到牙齒的 是不是 有秘密警察 隨時隨地會把你抓走 中共其實也是 中共很努力地建立一個形象 他是土匪 他是很邪惡的 個個都要怕他 但是今年這個情況 打破了 我們想跟大家說幾宗事例 說之前 記得支持 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說起網易 昨天Johnny說的那個節 他說裏面 裏面的人已經是經常把中共 形容是戰貨 這個以往 你很少在這個大陸聽到 別人這樣去罵共產黨 是 直接是戰士 直接當你是一班戰貨 是一班下等人 這個 這個 從以往 對於這個獨裁政權的恐懼 是有分別的 當你 覺得他 不再是魔鬼 不再是一班無惡不作的人渣 而是一班賤貨 你已經是從心底裏面 鄙視他 這個 就是他倒台的先兆 因為當你 對於一個極權 對於一班魔鬼 你不再懼怕他的時候 他只是一個戰科 其實 你是可以打倒他的 當然 要夠多人 才可以將他輕易打倒 現在還是有困難 但是 這個困難 不是代表沒有機會 當人民 個個都不怕這個 邪惡政權的時候 個個都不怕土匪 他只是一個戰貨的時候 人民就有信心 可以擊倒他 正如我 所說 之前說過普京那一節 普京 突然間被傳出他失禁賴屎 最近有傳出他在這個別墅裏面豪哭 放聲大哭 其實 如果這些 傳言傳得多 慢慢這個人就不是獨裁者來 他只是一個失禁的阿伯 一個失意的老人 一個失敗者 一個打敗仗的 大軍之將 一個懦夫 獨裁者最怕的就是他的形象 他強人形象被人拆光環 強人的光環 獨裁者的光環 他是魔鬼 他是黑幫大哥 也不要緊 這個 也是令到人家懼怕的 獨裁者最怕的是甚麼 你不怕他 最怕的是你不覺得他恐怖 你不再覺得他是恐懼 對他 產生不了恐懼 就是獨裁者最怕的東西 當你不再怕他的時候 其實 要怕的就是他 獨裁者如果會賴屎的話誰會怕 獨裁者是會在家裡哭的話誰會怕 現在的習近平 現在的共產黨 其實已經開始佈蘇聯的後塵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最近大陸流行很多的笑話 尤其是白紙革命 白紙革命其實就是出自前蘇聯的一個笑話 當時蘇聯 有人 反對政權 舉起一張白紙 然後立即被秘密警察抓了 秘密警察 他就 反抗了 你什麼事抓我啊 你怎麼知道我寫什麼 我只是舉了白紙 他說你不要以為我們不知道 我們什麼都知道 你根本就是什麼什麼說的 全部都是他心裏面的 你心裏面在想什麼 我們一清二楚 你舉白紙的目的 我們心知肚明 結果就被抓了 現在中國 真是舉白紙 亦都是所有人心知肚明 知道你們想怎樣 當然 真是出來反抗的有彭在宙 可以說一石擊起千重落 這位義士 在四中橋 舉起橫額 不要這一個要哪個 不要這一個要哪樣 不要核書 不要風空 我們不要領袖 我們要人權 我們要法治 我們要選票 不自由 無靈死 這是 也是白紙革命爆發的原因 也是中共 彷彿好像陷入前蘇聯的笑話一樣 習近平 已經是一個 活脫脫的小丑 當人民覺得他是小丑 不再怕他的時候 其實 革命就很容易爆發 當然 其實不只是這個人民當他是小丑 我們現在看到 這一場開放 使得體制裏面的人 每個人都很不滿 每個人都 指著習近平來罵 就算沒有開名 大家都知道他罵誰 其實跟前蘇聯一樣 前蘇聯 當時 也有個笑話 就是有人說 這個獨裁者是笨蛋 這個大獨裁者是笨蛋 然後又被秘密警車抓了 他就解釋了 我說那個獨裁者是美國的總統 當時是列根還是誰 應該不是列根 當時 應該是 美國的總統 可能是 卡特 福特 之類 又或者是 總之是那段時間的總統 KGB也是一樣了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說誰 你 觸犯國家機民 我們說獨裁者 是一個笨蛋 沒有人知道布里尼利夫 即是他們 是要嘲笑 布里尼利夫是個笨蛋 是一個蠢 這些笑話 也反映了習近平 當然現在有些人在開玩笑 有些人在開玩笑 但是當成小丑 200斤 豬頭 十里山路不換堅 豹子 習脆脆 習卒 其實真的是 當個個都認為 這個元首 這個領袖 這個獨裁者 是一個笨蛋 是一個 廢物 是一個賤貨 人們已經不再害怕他 這個已經上升到 在中共體制裏面的人 都是不害怕他 都是不害怕他 每個都已經開了聲 我們已經看到大量的老棍部死亡 包括 在軍方 包括外交部 包括在公安局 有部分的公安局 他們只有兩個人上班 整間公安局本來有過百人上班 只有兩個人 其他全部都病了 個個破口大罵 罵了當然是罵共產黨 當然是罵習近平 有誰好罵 其實 現在真的是像前蘇聯 也是在人們 別人歧視 codes 我們的體制裏面的人 就大家都覺得你是垃圾 別人不再值得尊重 甚至乎他們也不在 chord 其實這個政權 是很脆弱的 所以 新一年 我們希望2023年中共就在今年摭台 而且現在的中共也好似於是蘇聯倒台前一年 所以我們也期望 今年 真真正正可以要看到中共倒台 我們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裏 我們在1月28日 在黑池有個網聚 兩點半鐘開始下午 我們稍後會拍一條影片 把網聚的地方告訴大家 連地址 連Postcode 希望大家可以報名出席 我們報名有兩個號碼 大家可以在下面 我們這個節目簡介下面有一個 WhatsApp號碼給大家報名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到時見 我們其實不單止的 我們另外 我們會成立一個charity 因為有網友提醒 這裡 不是叫NGO的 因為原來NGO 不是那麼正面的 反而是在這邊 那些人叫charity 希望到時 我們可以有 多一點人 家人 也可以 我們可以招募多一點的義工 我們不單止來英國 我們要融入社會 我們可以幫助人 如果有能力 我們也可以幫助人 助人互助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裏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間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 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